香港幾分鐘 剛才講了如人節一點點 其實今天和昨天我見到很多街站 民建聯 發動了鋪天蓋地的街站 支持落實現在所謂的完善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 只是由我住的地方走到巴士站 我通常來說就要走十分鐘以來的 三步一關卡 四步一腳印 由我家樓下 接著到行人天橋 大埔廣場的天橋那裡有一間 落到下面 去到大埔中心 又有一間 接著去到又有一檔 接著去到窗運中心 又有一檔 就是說短短幾分鐘路 民建聯已經鋪天蓋地地宣傳著 你們簽名 拿小冊子 支持 其實已經落實了 關我們香港人什麼事呢 你們已經在議會那裡通過了 人大已經決定了 全票通過 大家拍了手掌 很高興的 其實還解釋來做什麼呢 當然了 民建聯就希望分一杯羹 其實我們香港幾分鐘就不一定說政治 我都不是說政治 我記得一個現象 就是說 為什麼還這麼努力呢 是不是呢 有沒有競爭 還有登記做選民 還有附加登記做選民 都沒有反對派了 還登記做選民 其實我也在疑惑 都沒有其他對手的了 你們分多少個就有多少個了 看到他們整班的民建聯的義工也好 有錢收的也好 四周圍 簽名 你們來到 順便登記做選民 支持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愛國者治港定調了 這個是必然的 是香港人的心願 那還用什麼再支持呢 登記做選民 那只有你們根本上從頭到尾 你們找到20個人出來選直選 跟著20個人就全部投任何票都沒有 你們贏了就行了 那還搞什麼呢 是不是呢 沒有票有一票選你 你也分分鐘會贏的 是不是 還登記選民 令到我覺得 有多少疑惑 拜拜